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现在目前在我们节目现场的是 大海国际投顾的罗文斌飞音师 罗老师您好 那木华兄好各位听伙伴大家好 听伙伴有上YouTube 您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访谈直播画面 您打98新闻台可以看到 好那今天台股 跌了快300点 这个可以讲说是非常惨烈的一天 好不容易爬回到这个季线附近的加全池 这个大盘呢 今天可以讲说受到了 这个各方利空的冲击了 不敌这个利空卖压 这个今天是重挫了将近快3% 2.8%的幅度 今天大跌298点 收在10,288点 而且今天成交量爆出了将近 快要这个1900亿的大量 1832亿的成交的总值 这个量能非常的大 可以讲说是带量下沙的一个行情 尤其今天收盘的指数 10,288 收得非常的不好 除了是一个黑K棒以外 大黑K 另外呢 就是他今天是直接破了 五日线跟十日线 两个重要的短期支撑的防线 五日线在10,458 早早就跌破了 那十日线呢 他在10,314也不守 这个收盘也跌破 那现在目前看到下档 就剩下一根月线 这个月线在9960点 也就是说 如果跌到月线 要再次失守万点 再次破万点 所以月线万万不能失守了 变成是一个重要的防线 可能讲说是对于大盘来讲 这个会不会回撤8500点 这么低的一个前波低点 重要的一个观察指标了 那今天除了大盘跌以外 那桂买指今天也跌得很重 今天跌幅是2.3% 桂买指今天是收在128.73点 成交量也爆出了436亿的量能 那桂买指今天是跌破五日线 五日线在130.42点 那十日线呢 是守住 十日线128.4点 并没有破掉 所以说相对中小型股票 今天还比较有称 今天主要杀盘杀一些大型股 那为什么杀大型股 因为外资今天卖钞非常惊人 今天一砍砍了242亿 这个卖钞242亿 这个一砍 今天单日就把 本月的所有买钞的金额全数回吐 卢老师 这个外资今天一天就把 先前这个月买钞的全部给他吐回去了 可见外资今天杀盘有多剧烈 好那为什么会造成今天这个盘事 大概有几个消息一面先跟听众朋友谈 第一个就各位看直播 我手上拿的这个 今天联合晚报的新闻 就是现在目前这个盘事件 越来越多的local民众 可能有感染了 这个今天高雄市政府已经公布了 有九个高雄的市民 疑似是感染了新冠肺炎 新冠病毒 为什么呢 因为这九个市民 他们都跟着盘事件 爬爬罩的士官兵 去过同样的热点 去过同样的地方 而且也都出现了 新冠肺炎的一些共同的症状 所以现在目前正在裁剪之中 另外高雄市政府要去做盘事件 士官兵的疫调 居然还有92个人聚策 他们拒绝疫调 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拒绝 高雄市政府是针对盘事件700多个士官兵 他们户籍在高雄的 他才去做疫调 所以也蛮合理的 罗老师 结果其中92个人是去拒绝 所以不配合疫调 这也很麻烦 所以说这是一个利空 今天我们看到下午 指挥中心也宣布了 本土又再添了三个病例 那这三个病例 全部都是敦目舰队的队员 也就是说盘石舰的上面的士官兵 累计已经群聚有27个人感染 目前全台确诊数有425个 所以这是一个利空 另外一个利空 就今天晚报下半版 各位看到CNN独家报道 说金正恩传出开心脏手术 命违的一个消息 这个消息今天在盘中传来 就造成台股杀盘杀的更凶 说金正恩因为身体不好 就跟他的爸爸跟他的祖父都一样 有心脏病 所以说动心脏相关的手术 结果术后情况不好 说命违了 所以罗老师又一个利空 那再加上在隔夜上面的大利空 就是油价历史上首见的跌到负数 你说有这种事吗 油价一天5月骑油 美国清源油的期货合约 居然可以跌300% 你没听错 不是跌3%不是跌4% 它是跌了300% 太夸张了 这个盘中最低的时候 有曾经杀到过每桶负40块钱美金 收盘收每桶负30块钱美金 你有听过负油价吗 你有听过负利率 但是你也没有听过负油价 这个简直是不可思议 油价跌到个位数 已经是不可思议了 它居然可以跌到负40块 代表什么 代表我今天要给你钱 送你油 请你把这个油处理掉 我一口原油期货 约当的原油桶数 我送给你就算了 我还要给你贴40块钱美金 请你把它处理掉 意思就这样 可见现在目前市场有多恐慌 老师这样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可不可以帮我们来解释一下 现在目前整个市场 到底发生了什么状况 我想针对这个油价 我想早上也有几个朋友 打电话来问说 油价为什么会是负的 难道说 那我在跟人家买油的时候 非但我不用付钱 那我还可以收钱 没错 那在实物交易里面 这怎么会产生 那其实刚刚莫尔兄有提到 这是起货 在这种情况下 反映的是一个市场恐慌的心态 但是以目前来讲 当然现货价还是正的 不会出现说 我要卖油给人家 我还要再倒贴人家钱 但是现货价正的 也剩下个位数 对 没总就剩下个位数的油价 那以目前来讲 当然油价以目前来看了 先前大家所预期的 可能会到个位数 这个也实现了 但是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当然油价后续的观察 我们还是要持续的 因为毕竟这是联动到 整个经济的状况 那经济又联动到疫情等等 我讲这都是环环相扣 我们就是紧密的接受 就后续再做一个观察 那当然在今天 我们刚刚沐浩兄也提到 你光是盘面上 我们点出来的 就有三大利空的 从油价 然后到金正恩的讯息 然后再到 这个国内这个疫情 那当然不可否认 这三大利空奇霸 会让今天整个盘面 会出现了一个盘中 甚至于跌了超过300点 但是如果说 你从一个比较理性 又或者说 从比较常规的角度来看的话 先撇开这个讯息里面 其实我们的上个礼拜 就跟各位讲过 这个礼拜的大盘 它震荡拉回的几率 本来就非常非常的高 你看这一波 从12197 是年前的一个高点 12197 跌到了 这个当时的一个最低点 3月19号的8523 总共跌掉3674 3674点 那后来从这个8523 一路的往上 弹生到上个礼拜五的一个高点 来到10710 其实这一涨 其实也已经涨了超过2200点 那我们取一个整数 你说跌了3600点 弹了2200点 其实反弹的幅度 也已经超过六成了 就是我们所说的 黄金切割率里头的 一个所谓的强势反弹 一个满足区的 对这种情况 其实大盘本来就会进入震荡 再加上我们说上涨的一个压力 先是一条季线 在10828 那另外往上还有一条年线 在10984 那往上还有一条半年线 在11257 那换句话说 原本就到了一个压力区 再加上反弹 又接近一个满足 所以本来拉回的 一个几率就很大 那这个时候如果说 又出现了利空 因为你看大盘 从这个8523一路反弹以来 弹了2200点 这过程里面 几乎没有一个 比较像样的一个回档 换句话说 其实在涨了2200点之后 已经在一个相对的高档 又接近压力区 那本身又有这个 所谓的反弹接近满足的 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疑虑 那这个时候 再加上利空的一个冲击 而且一次还来三个 所以当然盘面 出现了大幅的一个震荡 我想这个也不用 怎么太奇怪了 那以目前来讲 我们说了 因为毕竟今天刚莫兄 也提到的 毕竟已经跌破5日线 跌破了10日线 所幸目前月线 还是用一个很快角 一个很快的一个速度 往再再做一个移升 但是不可否认的 毕竟上档的这些 包含年线 包含季线 半年线 你说以现代的一个情况 要去有效的突破 我想都还早得很 眼之过早 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认为说 台股不可避免的 在未来 将会有一段很长的时间 会进行所谓的一个 区间的一个震荡的一个格局 那这个区间的震荡 在上远的部分 我们认为大概就是在 季线跟年线之间 也差不多是在10800点 到10900点之间 那下档的一个支撑 除了刚刚我们所提到 这个月线以外 就是在4月6号 4月6号 这边有一个跳空缺口 那个小孔的缺口的位置 大概在9818点左右 然后再结合 这个万点的整数关卡 所以我们认为说 未来大概就是在 9800到10800点之间 做一个区间的一个震荡 那如果说我们从这个 大概1000点的一个区域里面 我们取一个中间值 那大概就是在10300点 那换句话说 当加权指数 低于10300点以下 因为毕竟区间震荡是1000点 低于10300点以下 往下可以来做一个 多方的一个布局 那胜算是比较大的 那反而如果说越接近 10800点的话 10800点的话 反而是要做一个 分批减码的一个动作 那我们看到今天 其实指数收盘已经 滑落到这个 10300点以下 然后差不多在10288 所以我想就短线上面 结合的目前 也陆陆续续的 也在公布季报的一个状况 那所以我认为一些 具备有本质的 因为在震荡的过程里面 盘面的资金 它依旧还是会自己找出路 好所以针对 目前这个所谓的 包含具备高股息的一个配息的 又或者这些 所以季报优先公布的 一定是数字漂亮的 这些股票来讲的话 可以逢低 来趁这个所谓的利空拉回 来大减便宜 好那本波段 台股最低是8523 8523是在3月19号 所创下的低点 反弹到多少呢 反弹到本波段最高 就是4月17号 也就是说前天盘中见到最高点 10710 10710 所以刚刚若老师有把这个 所谓相对上档的压力 把它点出来 以及相对比较中性的一个区间 把它点出来 让我们听众朋友来参考 那当然你这样加加减减 总共反弹了差不多2200点 那2200点去除以后就1100点 就是一个中性的位置 那1100点中性的位置 现在目前大概在月线再下去一点点了 月线现在目前刚好在1万点附近 所以也就是说 11000点再去扣掉800点 大概就差不多是在1万点 1万点 10800点的位置扣掉800点的1万点 1万点我们可以视为是一个初步的整数防守的关卡 那当然你说我正好要跌到2200点的一半 那大概差不多要跌到9700 9800这个位置 就在月线再下来一点 所以说会不会就回测到这么低 现在目前不知道 主要也要看到美股的表现 因为现在美国股市也受到油价崩跌的影响 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在压回的状况 比如我们来看到现在最及时的行情 就美国的三大期货的盘前的表现 在正式开盘的盘前表现 现在状况也是不好 这个小道琼现在目前是跌了 有285点 跌幅也高达1.2% 尤其是我们刚刚在访谈卢老师的时候 也是出现了击杀的一个状况 所以现在目前美股也处在一个 这个波动上面比较大 而且相对比较弱势 另外小纳查克现在目前的跌幅 是相对小一点 0.24% 所以你一看 这个道琼跟纳查克 这个跌幅差了有一%之多 所以可见在什么 可见就是说 今年晚上美股的跌势重心 应该还是在一些传产的相对受灾 比较严重的这些股票 什么金融股 饭店 邮轮 能源相关的股票上面 为什么 因为你看科技股 其实没什么跌 0.24%的幅度 那我们来看到在S&P500指数的部分 现在目前的跌幅刚好在这两个中间 0.7% 现在目前跌了20点 所以很明显的就是说 美国三大指数里面最弱的是道琼 为什么 因为道琼的科技股最少 相对它有一档很重要的科技股 就是苹果 苹果又是这波相对弱的股票 纳查克相对强 为什么 因为它科技股的成分高 生技股的成分高 那相对中性一点 就是说什么产业都有的 就是标准普尔500指数 所以如果从此推敲的话 其实跌下去 我们应该还要是去找一些 相对跟随在美股走势的一些科技股 当然我们刚刚有讲到 那个区间不知道会不会来了 那如果是以你的看法的话 你比较偏向这波股市会怎么走 以目前来讲 刚刚我们也提到 目前大盘大概要进入 所谓这个区间震荡 我想会有一段时间 因为毕竟我们看到技术指标 还是相对一个 即便这两天有稍稍的降温了 但是还是处在相对的一个高档区 那技术面的部分 刚刚我们讲过就不再赘述了 那最主要是消息面 因为毕竟 现在到底金正恩的状况如何 这个还要有在进一步的一个厘清 对不对 那另外 包含这个 所谓的 这个油价的一个问题 后续也都要做一个观察 所以我想短时间之内 大盘进入整理 我想是在所南 也特别是美国 这个礼拜 也是一个超级财报周 我想以目前来看 第一季的季报 大概也不会有太多 这个令人惊艳的一个数字了 只要不要让大家有太过意外就好了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并竟短现在涨了2200点之后 现在似乎也缺乏在往上急功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进入震荡 蓄积下一波冲冠的一个实力 这未必是坏事 那在区间震荡的过程里面 我们说过的资金 他就会自己去找出路 特别是会移到一些有本质的 又或者在技术面 筹码面 他是维持相对优势的 这样的一个股票上面 特别是我们说过 以目前来讲的话 这个法人 还是持续趁这个所谓的财报的空档 在做一个通刺绩效的一个动作 所以这些直优的股票 往往就是他们所锁定的一个标的 那我们刚刚也提到 以目前来讲第一个观察指标 大概就是在这个所谓的季报的一个部分 因为时序业已经进入到4月底了 那慢慢的 其实一些数字漂亮 他会先公布 机优声通常都会先公布 就好比说我们看到今天 在这个昨天的盘后了 有一档股票 3260的微钢 他公布第一季的一个EPS 赚了2.06 那光是这第一季的一个获利 就为兵器去年一整年 要来的高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 在这个所谓的季报一公布完之后 今天股价也呈现了一个跳空大涨 那今天我们看到 其实这个微钢在今天也大波 也涨了5%左右 在面对大盘跌了300点 它还是涨了5% 那很明显 以目前来看的话 季报有利多的时候 它还能够迅速的反应 就代表这个题材 可能是目前市场上能够接受的 那另外我们再来看 那以目前来讲的话 当然我们除了说 因为这个季报的一个效应可能会延续一段时间 所以说 以目前来讲 我们要去选股 当然就是季报 但是不是只有数字漂亮 我们说过 其实你在技术面 还是要维持一定的一个多头 那在还没有公布之前 我们可以先去看 到底哪些股票 在未来季报公布的时候 会相对是有比较 让人家觉得比较好的一个数字 就是说你可以去观察第一季的营收 如果说比去年的一个成长幅度 是超过30%的 那么可能在这个近期季报公布出来之后 这个数字漂亮的 这个几率就高很多 你可以去看 这个第一季的营收是比去年同期增加30%以上的 当然最重要的 这个技术面 要维持一个比较强势多头的格局 包含像这个6416的这个瑞奇店 那我想讲到瑞奇店 应该我们这个听众朋友应该非常熟悉 因为这档股票 是我们在过年期间送给大家的 这个属于你这档股票 那你看 这段时间大盘其实上上下下 先跌3600点 又涨了2200点 到目前算起来还是跌了1400点 可是你看这档股票 当时我们在这个过年期间送给大家说 它100出头 今天收盘依旧还是在125块 所以代表一些有本质的股票 即使面对大盘大剧烈的一个震荡 那其实它还是能够维持它一定的一个强势格局 那我们看到它以目前来看的话 第一季的营收跟去年同期在YOY的部分 也成长40%以上 那另外我们的三贯网 6716的硬广 第一季的一个营收也是比去年 增加这个42% 那9958的试剂钢 这个第一季的营收的YOY 甚至于高达195个percent 那另外这个近期 这个因为这个Switch卖到缺货的这个原项 在YOY的部分 第一Q1的YOY也有将近有八成之多 所以我讲这些 在第一季营收出现大成长的公司 都是接下来 在季报有机会呈现漂亮数字的 也可以让大家优先来做一个观察 好 那随着美国股市 期货盘越跌越多 那台子期 也由红翻黑 这个早盘的时候 今天下午三点开盘 台子期还一度开高了 这个开高 还一度上涨了有46点之多 现在目前则是下跌了14点 来到10,182点 那今天期货收盘是收10,198点 所以是开始出现了一个跌势了 主要跌势 就是我们刚刚讲 受到美国期货盘的影响 美国现在目前 稻穷期货盘 小稻穷越跌越多了 现在目前跌幅已经扩大到1.35% 跌了有329点 当然还是受到油价的因素的影响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清原油六月的合约 现在目前是出现急沙了 包括黄金也出现了急沙 所以现在又好像出现了 这个第一波 这个美国股市 跟所有金融商品 这个联动出现流动性急沙的状况 又相同了 好像这种感觉又来一波了 是不是这波会出现 比较明显的探底 当然也是我们要去观察 后面台股是不是能直稳很重要的方向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六月的清原油合约 不得了 大跌25%的幅度 美桶跌了5块钱美金 跌到了15.33 六月不是五月 五月清原油是今天要交割了 要结算了 结果要转仓到六月 六月现在目前出现了25%的跌势 25%的跌幅 这个非常惊人 整个油市可以讲说是崩掉了 为什么油价会这样崩呢 为什么五月会跌到负的三十几块钱美金呢 最主要就是马上要交割了 所以他没有办法交割 没有办法交割这个合约 因为现在全世界的油罐 油槽全部储满了 你如果食物交割 你没有地方可以放油了 所以说只好这个忍痛认赔 把它整个砍仓砍掉 所以这个问题非常的麻烦 现在目前形成了一个连环的连锁的一个负面效应 这样状况下 我们真的是必须要非常谨慎看待 现在目前整个金融市场 不单抬股 是全球的金融市场 非常谢谢大来国际政院投股的荣民飞行师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卢老师谢谢您 谢谢 98新闻台 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现在目前全世界的金融商品 全部出现联动的砂盘 这个砂的也非常凶 比如我们看到6月的纽约黄金 这个期间的价格 现在目前的跌幅 扩大到1.3637的幅度了 这个持续的出现 这个急崩的一个走势 你看到那个黑K棒往下砂 非常的惊人 而且速度非常的快 短短几分钟 它居然可以从平盘往下杀杀了 有一%之多 那更不要讲 现在目前的油价 这个全世界关注的焦点 都在纽约清源油的 5月跟6月合约上面 我们看到现在目前 纽约清源油6月合约 出现不可思议的一个急崩 目前的跌幅 已经扩大到40%了 跌了四成 现在目前每桶油价 已经跌了8块美金了 直接跌到了12块钱了 刚刚我们在访谈卢老师的时候 跌幅是20% 现在已经扩大 短短几分钟 刚才我们电台广告的时间 它扩大到四成的跌幅 可见现在目前的油市 出现了多大的一个恐慌性的问题 非常的惊人的 全世界金融商品的 联动的一个恶性循环 另外我们看到 在小道琼的部分 现在也出现了再次破底的一个走势 小道琼现在目前已经急跌了 有快400点之多了 跌幅已经扩大到1.6% 指数来到23,122点附近 这个波的沙盘 全部都是由整个油价 汽油的价格所引动出来的 可以讲说是惊心动魄的一个走势 今天外资在台股 卖超的金额达到242亿 可以讲说是一天的卖超金额 把本月的全数的买超给全数回吐了 另外我们看到外资今天在贵买也出现卖超 将近有1亿的一个 对不起 卖超5亿多 今天在贵买有卖了5.4亿 三大法人合计贵买卖了有12.5亿 那在集中交易厂三大法人 合计卖了有290亿之多 不过外资的两手手法又出来了 当大盘出现急跌 期货出现急跌 外资在台子期则是大买多单 又去赌大跌之后的大反弹的行情 外资今天在台子期 单日买超金额高达176亿新台币 买超不是卖超 大台买超的有8637口 所以近多单流畅部位一下上升到38790口 这个昨天是3万口左右 今天大增这个近多单的流畅部位 这个两手手法 在上一次台股急崩到8500点 那时候呢 他也同样的运用这样的手法 在期货市场大捞了一票 那这一次是不是要如法炮制呢 我们可以来观察 现在目前整个金融市场又陷入到 这个恐慌的一个情绪跟气氛之中了 好那我们今天礼拜二 我们的财富与生活时间呢 我们要来谈另外一个问题了 就大家先 我们可以分一下 就是说从金融市场脱开一下 我们今天来谈一个听力的问题 其实这个听力问题 我自己个人也有了 就是说因为我们长期主持节目 这个戴耳机啊 那个来宾的声音 如果比较大的话 或是说我们这个音量没调控好 对耳朵的伤害其实蛮大 所以我也到过医院去做过听力检查 听力的测验 其实那个听力测验还蛮复杂的 时间也还蛮久的 进到那个小房间 你要待一个差不多快30分钟的时间 各种的这个声音让你去辨识 它会跑一些数据出来 结果检查结果是还好 不过的确听力有稍稍受到一些影响 长期可能有一些职业病 那我看到现在目前年轻人 不管慢跑或是在做捷运的时候 很喜欢戴那个AirPods 就戴那个耳机 小小的塞在耳朵里面 很酷 但是呢 恐怕声音如果调太大 长期也可能会有听力受损的问题 甚至很多人睡觉 也戴着耳机在睡觉 那这样的状况 我们就让大家会紧张了 就是说万一我的听力受损 是不是一个终身难以回复的问题呢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谈这个 听力怎么来保健 借由这本书 各位看直播可以看到 我手上拿这本书 叫做听力保健室 这个平安书局所出的 平安出版社所出的 那我们今天访问到作者 健身听觉听力部的经理 曾雪静 曾经理在我们节目现场 雪静你好 好 木华大哥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晚安 雪静是这个听力的 听力的检查师 对不对 听力师 听力师 我们其实是有证照的 这个听力师 我们其实到医院去做听力检查的时候 在那个检查室里面 格林室里面 就是听力师在帮我们检查 对不对 所以您以前也带过医院 以前也带过医院 那个我们听力师这个专业 大概在台湾是98年立法通过的 对 所以现在来在医院来讲的话 我们都是有专门的听力师 进行听力检查 OK 好像都是跟耳鼻喉科连在一起的 对对对对对 我看到那个听力检查其实都是耳鼻喉科 对 这个医生跟听力师在负责吗 是的 好那现在目前我们台湾人有听力问题的多不多 其实在全世界来讲我们听损的这个人口来讲大概占百分之十 好那以先天来讲的话 新生儿听力筛减大概有千分之五 那随着年龄来讲 那个比例越来越高 在65岁以上来讲的话 就统计来讲的话 10个里面就有两个是有听损问题 这是正常的老化 那到75岁的话大概10个里面就有3个 到85岁的话是10个里面有6个 对所以以台湾 年纪越大的话听力损失的可能性就越高 对就是一个正常器官的退化 对就跟我们退化了会有这个老花眼 白内障其实也是一样的 各个器官听觉器官也在退化当中 好那什么样状况叫做听力受损 我们一般人正常的听力应该是在怎么样情况 那有没有什么一些辨识 比如说完全没有听觉 那我们一般讲的耳朵聋了对不对 有可能是先天有可能是后天所造成的 这方面我们怎么样去做界定呢 好一般来讲的话 我们到医院我们会做听力检查 会在一个标准隔音师做 那我们戴上耳机之后 我们会做分额的测试 然后我们会给不同的高低音 所以一般来说我们会去检测每一个频率 每一个声音你是不是听得到 那是不是在正常的范围 那一般我们正常的听力标准 大概是在零到十左右 就听得到 对那慢慢的退化 大概到25分贝以内我们都还是正常的听力范围 那如果是听力的程度是落在26到40分贝的话 就是轻度的听力损失 对41到55的话是中度的听力损失 那一般如果超过56以上的话就算是比较严重的 可能可以领到听觉的一个残障手册 所以一般来说的话 560分贝以上的听力损失就是蛮严重的 560分贝的听力损失就是什么样的声音下面 我可能像我们这样的距离是听不到 好一般我们一公尺讲话的声音大概是50分贝 我现在跟雪晋差不多不到一公尺了 大概差不多有个六七十公分有了 对一般来说我们一公尺的音量大概是正常的说话音量大概50分贝 50分贝可以听得到 对就是我们的音量我们一般说话说出来的音量 我们一般的音量是50分贝 对你测试起来大概在50分贝左右 所以当你的听力如果达到这样子讲话声音都听不到的时候 大概就已经到达残障的标准了 OK你就可以领残障手册了 就可以领残障手册了 OK 对不过不代表说一定要到达残障手册才有障碍 其实我们刚刚讲其实很多轻中度的听损在学习上面 或在工作上其实有很多的困扰 对 好那另外还有高低音的问题对不对 有些人特别高音听不到 对 这个是什么回事呢 一般来讲在这边有看到一个我们耳朵的图 其实我们 来讲一下我们人耳的构造 那雪晶有带来一个图如果看直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 就是我们的耳朵可以分成外耳中耳及内耳 然后再到神经再到我们大脑 其实我们整个的听觉的路径来讲的话是包含一整个的 好所以一般来说的话当我们如果耳朵破洞了受损了 这个都是可以补的是属于传导型的听力 那一般我们到内耳的时候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像蝸牛的一个器官 那个叫做耳瓜 那在这个耳瓜的里面它就有分成高低音的这个分阶了 那一般我们在外围的部分是高音 在往里面走的话是低音 所以一般来说老化的听力损失或者是噪音型的听力损失 都是从高音开始退 对 那因为高音 高频的话我们就听不太清楚 对对对 就是比较尖锐的像金属声啊 或者是我们讲话的吸 机漆吸啊 嘶嘶啊这种声音 所以常常高频听损的人他是听得到声音 但是可能黄先生听成王先生他的喝听不到了 一声的或是轻声的我们就听不太清楚 对一四七他可能都听成一 因为四跟七它是属于气有气音的部分 他听不到了变成一了 所以常常在电话当中因为没有面对面 没有视觉线索的时候 就误听了 对 好 所以如果听懂朋友你开始出现一些高音听不到的话 你可能要特别小心 你可能有早期听损的问题了 对对 那所以这是一个早期 对于自己听力上面可以去判定的一个讯号 对 那还有什么更多的讯号是 可以让我们更警惕 我们自己的听力可能出现了一些问题呢 像一般如果说是长辈来讲的话 如果电视机的声音开得比较大声 对 你可能就要怀疑了 因为一般我们讲话大概是一公尺 可是一般我们看电视收听的距离可能是两公尺比较远 所以远距离的时候他如果说是听不到他就会开大声 对他来讲是不刚刚好 可是对我们正常的人来说是太大声 这个就是一个警讯 对对对 好 比如说我们听众朋友很多人在家里面听我们的广播节目 是 那大概收音器要开到几分倍 对听众 这个听众朋友的耳朵听力比较不会受损 好 一般来讲我们的耳机的那个像手机的一个音量 大概是要开在中间以下的声音的话是比较安全的 对 手机中间以下 就是说以手机来讲 满格来说的话大概是中间的音不要超过中间的音量 就是说如果是手机你自己去调一下就对了 对对对 因为像一般电视有不同的品牌 所以他的音量其实各家的规范不一样 所以就是说如果说你听起来我们正常听起来是比较大声的 这个可能就会建议可能要做个听力的检查去评估看看 是不是真的有听力损失这样子 好所以一般我们当然家里面不太可能会有分贝机 对现在的手机你就是打一个免费的 在那个APP里面你打一个噪声或者是分贝 其实都是有那个免费的APP可以下载 打开之后它可以做基本的检测 是哦 对对对对 这个也蛮好的 对对对对 所以说我们可以用这个手机的APP去检测一下 就是说环境的噪音 其实一般来讲超过80分贝 就就对人体的这个听觉会有危害了对不对 就一般来说我们那个对声音的这个伤害要看它的分贝数 相对应的时间不一样 如果是90分贝的话 如果超过8个小时 持续超过8个小时 一天累积有8个小时就有可能会造成我们听力的这个提早的退化 对那分贝数越大的时候它的损伤时间其实是越短的 好像有的人会去参加一些演唱会啊这些高噪音的情况下 它有时候会有短暂的一些耳鸣的现象或听力下降的现象 有的时候是暂时性的可能可以恢复只要你离开那个噪音源或者是比较大声 避免那个比较大声的时候它会自然的恢复 可是如果是长时间持续的话有可能它会造成一个不可逆的伤害 其实我当兵的时候是当炮兵 我们实弹演习就到云林斗六那边去实弹演习进阵地 我们那时候腰动五流炮 你知道我们拉炮大炮发射的那个声音我不知道是几百分贝 它可以超过140 那个大炮这样腰动五流炮这样蹦出去的时候 蹦完之后你在阵地里面所有人耳朵大概都听不到其他声音 你就嗡嗡就有点像那个静电的声音 雪姬你知道我意思吗 我知道 就整个耳朵好像快溶掉了 以前搞不好我以前听力阵那时候就有受损 我还当过把台助教 一整天中部地区的女生来打把 我们当把台助教一整天八个钟头 那个耳朵一整天下来好像都已经快溶掉了 所以那个长期就你讲的那个声音量 跟时间是呈相关数了 好那有一些先天性的这个听力的问题 我们该怎么去克服它 包括重听或是说听力障碍 那电子耳到底有什么回事 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987文台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我们今天请到健身听觉听力部的经理 曾雪静 曾静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雪静出了一本书是由平安文化出版社所出的 叫做听力保健室 专业听力师教你打造优质 听生活 听力的听 那这个专业的听力师就是雪静 这个专门在帮大家照顾听觉的 那我们刚刚在留言板上面 有很多人在问问题了 其实刚刚雪静也有 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讲到说 其实你下班骑机车 最好不要戴着耳机 因为你外面环境噪音非常大 可能八九十分贝 对啊八九十分贝的环境噪音 你在戴着耳机 你耳机声音要开得很大 你才能听得清楚 那个音乐啊 或是说你要听的内容 那这样子的话 对你的听力可能长期会造成很大的损伤 对不对 对 所以除非你戴的是抗噪耳机 但抗噪耳机也蛮贵的 对 现在市面上有一些抗噪耳机效果是还不错 如果真的要在运动的时候 或者是骑车的时候使用的话 就是建议可能要使用抗噪的耳机 这样的话会避免你在聆听的时候音量过大 好 那至于说你到底要 这个戴耳机要调到多少分贝 那可能刚刚雪静也有讲 就是说你这个手机的音格的一半以下 对 你千万不要超过你手机音格一半以上 那对耳朵的听力可能长期会造成一些损伤 好那一旦听力损伤就不能回复了吗 其实我们在做听力检查的时候 我们去检测之后 会有个报告 我们从报告里面可以去分成听损的类型 如果说你的听力是来自于传导的 也就是说耳朵积水 耳朵发炎 或耳膜破洞 这个部分是可以被治疗的 在我们这个书里面都有分享 所以第一个我们先做一个完整的听力评估 确认一下你的听力受损是属于哪一个位置的 如果是属于后半部内耳 或者是神经的受损的话 那这个没有办法恢复对好所以要看什么样的状况 看什么样的听力类型好那如果是先天性的一些听觉的问题呢 比如说重听啊或是说本身他就是有荣雅的问题呢 对 其实应该是说现在的辅具蛮进步的 其实一般早期会有比较多的荣雅问题 是因为在于听力损失发生的时候他并没有辅具的介入 所以他听不到他就没有办法学习语言 因为我们的声音是透过学习的 像小小baby听到声音他其实一开始是不知道的 透过经验的累积慢慢学习 他才能够认得说这个声音代表的意义 所以如果说是聋牙 所以他聋的话就会哑吗 对因为他听不到他就没有办法学习 他就没有办法有语言的能力 对那以目前来讲医疗的进步 其实几乎都能够改善 所以目前来讲这个聋牙的问题其实蛮少见的 就是说小baby都可以改善是不是 对因为 天生的聋的话的话都可以透过伏剂电子耳是吗 对应该说现在在103年 其实我们台湾就全面的做新生儿听力筛检 所以小baby一出生 我们就可以做听力的筛检 如果他没有通过我们会持续的追踪 那如果是一旦确立他是无法恢复的一个听力损失的话 就会有辅具的介入 所以其实 是有健保吗 辅具的部分有就是到达产障手册的时候有补助 OK 对对对 健保有补助了 健保有补助 然后刚刚讲到这个人工电子耳来讲的话 他是属于内耳重度的感应神经型听力损失的时候 他带了助听器可能也没有办法做解析的时候 他就会做这个人工电子耳的介入 那目前在台湾的话是18岁以内的 如果他是符合标准的话 人工电子耳手术这个是免费的 OK 对是这几年才通过的 手术免费包括器材也免费 对那也还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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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的就是那个支出是部分负担是需要的 但是基本上应该是九成以上是免费的 好那什么样程度叫做重听呢 其实我们刚刚讲如果你听力超过26分贝 我们就叫做有听力的损失 然后按照你的这个严重度 我们会分成轻度中度重度急重度 那一般如果是听力超过90分贝的话 我们就叫做极重度就是非常严重 就重听了 就非常严重 其实轻度也算是重听 OK 对对对 那这个治疗方式就是要用符距 对如果是不可逆的 就是他已经是属于没有办法治疗的情况下的话 就会建议早期介入符距 OK 那符距有什么优劣利弊呢 好那应该说现在的符距种类有蛮多的 那现在大部分大家印象中的助听器可能都还蛮笨重的 就是大大的 那个就是戴起来可能不舒服 很多老人家也不愿意爱戴啊 对对对 可是那个大概是二二三十年前的这个助听器的样貌了 就是大家对于符距的 呃就是说还停留在那个 那个很早期的 所以很多时候他其实有知道说自己的听力有不好 但是也不愿意接受 那其实现在的助听器其实很迷你 对如果大家可以上网去看一下 其实现在的助听器很迷你 而且就是戴起来是比较透气的 对那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会依照 就是不同的听力损失的情况去做这个建议的使用这样子 好那最后是不是请雪晶哥你想跟我们听众朋友大家谈一下 这个平常我们听力怎么去保健 一般来 自我保健如果做得好的话 就比较不容易得到听觉上面的问题吗 对我们在听力的保健来讲的话当然一个均衡的运动 因为我们的眼视力还有听力来讲都是属于比较末梢的部分 末梢神经对对对所以适度的运动是有帮助的 那还有一些是因为血液循环的关系吗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些慢性疾病的这个管控 像糖尿病的人要特别注意因为他的末梢的这个比较容易病变 所以他疾病控制的好他的听力就比较不会恶化 那一般我们正常的听力的话来讲的话我觉得就是尽量避免噪音源 对因为一般我们的噪音伤害是慢慢累积的 其实他不会在当下马上听不到 但是他会在你三四十岁四五十岁的时候提早退化 那一般的噪音伤害不是指说只有在机场工作的人 其实像我们长期带着这个麦克风带着那个耳机 或者是像客服人员这些或者是厨师 他这个排油烟机这些其实都是高噪音的情况下 或工地的工人啊 对对对对对那一般的话其实在工作的时候 其实是建议带个防护的耳塞或者是耳膜或者是耳罩去预防 因为我们刚刚讲声音降低下来之后他的伤害就减低 所以可能在那样的噪音下一百分倍 我们带了防护之后可能没有办法完全的隔绝 但是他只要能够降低三十分倍 那个伤害就减轻了就降低了 所以这个部分是预防剩余治疗这样子 好还有我们听众朋友如果你很年轻 这个常去夜店的话 也不要太靠近那个大喇叭 那个大喇叭放出来的分倍数可能都是80到100了 那个非常大的那个咚咚咚的重低音 哇那真的会让你耳膜是非常的难受 那你可能在当下你会觉得很刺激很爽 但是久了你就会造成听力的损害 那我们都知道吃红萝卜对眼睛有帮助 那对听力来讲有没有吃什么东西有帮助呢 可以多吃一些钙钙啊锡啊这些就是可以促进矿物的东西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可以从天然的食材里面去取得啦 什么样的食材 像瘦肉啊这个鱼竿啊这些 鱼竿瘦肉好那都可以是让我们听力就是说取得一些天然的食材对我们听力有帮助的 对好非常谢谢曾经理啊这个曾经理写了这本书大家可以参考好听力保健室 谢谢您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谢谢 好听了没有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我们节目现场